我記得在有一陣子,那一次是我在台北辦演講會 不是現在,是什麼時候呢 是這個時候,注意看 華雅科那個時候在這邊,在這裡,我辦演講會 應該是在這一段,這一段我辦演講會 大概是兩個多月前,在台北場 然後呢,我記得很清楚 譬如我現在站在這個講台上演講 下面是座位,對不對 在我的右手邊這一邊 前面這一兩排啊 有兩位先生 他們買了一百張的華雅科 看我電視節目的喔 買三十出頭的 因為各位知道,那時候他們應該算一算賺兩百多萬 因為都買一百張以上 我就說,你為什麼買華雅科 看老師節目喔 那我說,那你賺的錢要不要參加我的會員 他以為說我要賺他的會費 其實那個時候我心裡面 在想華雅科快要結束了 那如果他們兩位有參加我的會員的話 我會叫他們把華雅科賣掉 可是他們兩個都沒有參加 因為你要知道人喔 買一檔股票賺兩百多萬,走路有瘋了 尤其是散戶 各位應該很懂這個道理嘛 對 然後呢 我又在電視機上面講 我說 觀眾有華雅科的 那時候來到這邊剛好漲一倍 我說華雅科漲一倍 要趕快賣 這支股票玩完了,結束了 我不是像其他頭顧分析師 讓信口開河亂講話 來,小弟節目內容說謊不實下 十九成地獄不得好死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因為華雅科從三十幾漲到六十幾漲一倍 我在三十幾的時候有預告過 那真的來的時候 我也要跟觀眾說不要玩了 那這兩位先生呢 如果,我說如果 希望他們賣在高檔 如果,因為他們沒有參加我的會員嘛 那麼 今天剩多少 四十一塊多了 本來他們一個人賺 賺了這個一兩百萬的 現在呢 倒賠 倒賠一百多萬 這就是 一念之間啊 有的時候人家跟你講的話 你稍微聽一下 前面老船長講這個蠻準的 那後面喔 我們參考一下 那為什麼我會這個 突然想到這件事情 那是因為喔 我發現最近的這個大盤喔 個股 我們應該講個股 因為大盤沒有量 這個個股喔 各位觀眾你們有沒有發現喔 籌碼 決定勝負 而不是基本面喔 欸有些公司很棒啊 大吃蘋果啊 照樣不會漲 照樣跌 真的欸老船長 那有些公司籌碼怎麼樣 在少數的主力的手裡面 它天天漲 超越它的基本面 它還是繼續漲 但是我也有提醒各位喔 這種股票 因為 它是少數的人持有股票 他們愛怎麼拉 就怎麼拉 各位不要成為最後一隻老鼠 舉例 我在上個禮拜五就提醒大家 這一檔叫什麼 叫單頸 我說單頸喔 長有沒有道理 有 基本面好不好 好 但是長到這邊 我覺得已經超越它的基本面 對不對 我在上個禮拜已經 之前先提醒你 可是你不相信我講的 我跟你說單頸 是少數的幾個大咖在炒作的 公司有沒有賺錢 我還特別叫出來給各位看 有喔 有賺錢 上半年賺1.92 營收成長的倍數不得了 今年隨便喀喇喇也不只4塊錢 對不對 但是你要注意 也不至於怎麼樣 漲到160幾塊 什麼時候回頭 我老船長在電視上說 我不知道 但是我建議你們要小心一點 主力要它跌停 它就跌停了 搞不好明天主力又把它拉漲停 那像這種股票你買完之後 你可能會得神經病 運氣好賺錢 恭喜各位 那如果不好的話呢 萬一 萬一主力要打4、5跟跌停板 再回到這邊呢 你受得了嗎 我不是因為單頸今天跌停板 我才拿來講 上個禮拜五我已經在電視上講了 但是那個時候不會有人相信我 因為上個禮拜五 各位觀眾 上個禮拜五單頸怎麼樣 很強啊 雖然沒有漲停 但是很強啊 股票在強的時候 我講沒有人會相信 華雅科也是一樣 對不對 單頸已經超出它的基本面的時候 就是籌碼戰 那籌碼在少數的人手裡面 他們高興就漲 高興就跌嘛 那如果你不是局內人 聽得懂吧 你最好不要碰這樣的股票 就像基亞 基亞也不是走基本面 它是走籌碼面 所以它才能夠從70塊 漲到480幾塊 各位觀眾 你們懂這個意思嗎 那現在台北股市沒有量 沒有量 我們的曾主委說 他要想辦法 我相信一時之間 他可以弄一些量出來 但是長時間還是沒辦法 我在幾年前 我坐在這邊我就講過 台北股市 要像以前那樣一兩千億的量 動輒就是一千八兩千多 除非等下一屆總統以後再說 沒想到我當初一句話 就準了這麼多年 所以漸漸的 我也怎麼樣 開始幫我的會員買小型股 因為既然大環境不好 沒有成交量 那麼大型股啊 高價位股這些 而且高價位股的話 我說過 叫我會員買 有的股票一張 就要一兩百萬 我的會員才五十萬 對不對 我要照顧每一個會員啊 所以呢 我們當然就最聰明的 我們就鎖定小型股 那小型股要操作的時候 帶對的那個人就是我 海貌啊 必須要會精算那個籌碼 比如說 這支股票 它的股本 不大 十億以內 那各位觀眾 十億以內 表示這家公司的股票 總共才幾萬張而已嘛 對不對 扣掉大股東啊 董監事這些 再扣掉這些人的親朋好友 再扣掉 注意聽喔 投信如果有買 外資如果有買 尤其是投信 欸 小型股喔 投信很喜歡買 有的誰的咪 他買台積電拉不動啊 但是小型股他買的話 往往都有大行情 但是現在投信喔 我說過經過了這麼多年 有基金經理人很歪高啊 對不對 他會怎麼樣 跟公司派講好啊 掛鉤啊 拿黑錢啊 總總 大家看報紙也聽多了吧 對 所以在越來越嚴格的情況之下 如果 我說如果齁 你注意聽齁 如果有一家公司 他是由虧轉贏的 真的喔 不能假 為什麼 因為假的話 投信不能買啊 投信公司有規定啊 虧損的公司不能買 什麼什麼什麼股票 投信不能買 你本來虧錢 你後來轉 賺錢囉 然後你的毛利率大增 這一種投信可以買 那投信買完之後呢 就叫做索碼 因為投信不是今天買明天就賣的 你們要搞清楚啊 投信買完以後 他是報一段時間的 他們所看的 是未來這家公司的大爆發大成長 所以投信譬如說買了幾千張 那我剛剛講過董堅持股這一些 阿如果又加上我會員 那他又是小型股 那這個籌碼是不是就被鎖住了 籌碼鎖住了 基本面轉大好 他勢必會怎麼樣 穩步上攻啊 不用漲停板沒有關係啊 他只要漲不停就可以了 如果再加上空單呢 一堆阿炮如果跑去空這樣的股票 聽清楚喔 老師 有可能是主力自己空的啊 我懂 如果是主力空的我教各位看 股價大幅拉升到高點的時候 龍卷才開始增加 那個是主力空的 他要兩邊轉 他要右多 然後怎麼樣 再來補空 可是如果龍卷是從低檔開始就空的 那個叫做怎麼樣 看人家長不順眼 自以為聰明會看基本面的 算盒啊 如果這家公司我所說的 是由虧轉盈的話 那個散戶只是看眼前的EPS 絕對完蛋了 我講到這個地方 你們第一個要感覺到 台北股市沒有量 所以要做小型股 這個政策絕對是對的 你不要跟自己過不去喔 好 那做小型股 你要看他股本多少 這個老師的實力多少 外資投信有沒有鎖碼 大股東有沒有積極做多 如果有的話 我告訴你 你要趕快上車 導播進廣告 阿開海灣城市難得一見的 新疆南園嶺大園 湯泉國際 台灣造震 江南園嶺 山海豪景 台北灣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過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趨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2389-868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膽有 最記憑啊 先用記憑啊 五分鐘 老船長 上半段的節目喔 我們聽你講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們不知道你是在講 東方夜譚呢 還是西方夜譚 錯 是天方夜譚 哈哈哈哈 你不要聽啊 我跟電視台買節目這個時段很貴的 搞不清楚狀況 你以為我吃飽撐著 那老船長 我們聽你這樣講很有道理啊 可是有這樣的股票嗎 當然有啊 各位注意看喔 我現在一樣一樣帶你們看 看我剛剛是不是在亂講話 首先喔 我們來看到空單 這是什麼 龍眷餘額 我教你們看 各位看到沒有 龍眷暴增啊 可是你會發現啊 龍眷什麼時候空的 這邊 這邊股價在哪裡 在這裡 也就是怎麼樣 一堆阿炮 看它長 看它長這一段而已喔 哇不順眼 哇這個盤久必跌 溫系耶 趕快怎麼樣 進場放空 結果怎麼樣 嘎死 看到沒有 這第一個 這龍眷 老船長 你沒有亂講話耶 這家公司是不是像你講的 油虧轉盈 各位注意看 它過去是怎麼樣 賠錢的喔 去年賠快要一塊錢喔 今年怎麼樣 第一季開始不賠了 第二季開始賺錢了 那它的毛利率呢 哇 毛利率從怎麼樣 去年的5%到10% 到現在怎麼樣 快要15%了 欸這個不能造假 來一次5% 10% 進化到 準備要15% 我們請研究員 我們請研究員 摳公司喔 毛利率還要再往上加 所以你注意看喔 你現在眼 你眼珠盯著 我教各位看 來看這邊 我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投信 投信在這邊開始大買 欸 投信今年初開始大買 這家公司是不是由虧轉盈 投信進來大買 再買 再買 加起來總共3298張 一張都幾乎不賣的 看清楚喔 老船長你沒有騙我們欸 龍卷暴增 而且是空在低檔 果然阿炮 見不得人家好 不去研究他的毛利率 不去研究他的公司的產品 有一個蝦雷迷 現在開始跟以前不一樣 他以前是做電腦周邊設備 他現在做進水器啊 相關的設備啊 所以毛利率拉高啦 你管他做什麼 很多觀眾很奇怪 你這一定要做電子才怎麼樣 做電子的虧一屁股的一堆啊 那人家美麗達長到200多 人家坐腳踏車的啊 所以你觀念要改 然後呢 7.7億的股本 說他非常小 他也不是非常小 但說他大絕對不可能 10億以下 看清楚喔 以大盤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旭品在哪裡 旭品在哪裡 在這裡 龍券爆增 法人鎖馬 大股東做多 老船長你怎麼知道 人家發行可轉載啊 你可以去市場上打聽一下 是誰認走了 你有沒有認半張 沒有 誰認走了 各位去查一下 假設啦 假設是大股東全認的話 代表什麼 這個可轉載將來是可以 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轉換成股票了 轉換價27.08 今天收盤32 所以有可轉載的 只要轉換成股票 如果他要出的話 是賺錢的喔 但是可轉載的這個時間 可以三年 他不一定要現在轉 也許他看好他公司 將來怎麼樣 EPS可以慢慢上來 2塊3塊 他的股價 我說假設啦 可以到五六十塊 那麼高的話 他不一定要現在轉啊 他可以一年後 兩年後 甚至三年再來轉啊 反正他轉換價格是27.08 幾乎穩賺的 他當然怎麼樣 全認全吃啦 所以我說過可轉載 如果是大股東全認的話 代表什麼 公司的基本面看大好 那你們有沒有派研究員 去call這家公司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你們每天就只知道 哇人家講單景 就趕快去啊 頭顧老師 一堆都在講單景 因為單景長 今天跌停講不講 通通不講 換講別支 就是那些貨色嘛 對不對 我有沒有今天講序評 明天不講 後天又講 沒有 我每天講 一開始就怎麼樣 沒有黃貼紙 沒有立可白 也沒有折起來 國內只有我可以這樣子 而且我怎麼樣 講單一個股 我不會講的怎麼樣 一堆都是我的 沒有這回事 那好啦 現在籌碼被鎖住了 大股東怎麼樣 積極做多 光投信就鎖了 3298張耶 這一檔 7.7億 如果有一天它的爆量過熱 20%在外面流動也不過15400張 你們會不會算 7.7億就7.7萬張 20%是多少 15400張 15400張 扣掉投信的3298張 剩下多少 12000張 扣掉大股東 索馬的 扣掉我的會員的 看到沒有 量已經被鎖住了 那接下來就穩步 上攻 然後怎麼樣 時間連在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作手 但是我知道 此時此刻 台北股市 你要買的是怎麼樣 一定是小型股 因為整個大環境 一直這幾年都沒有量 第二個 你不但要買小型股 你要買法人有怎麼樣 鎖馬的 最好是投信有鎖馬的 有沒有證明給你看 然後你最好是買那個怎麼樣 一堆阿炮空在D檔 空在高檔 那是主力空的 空在D檔 因為將來會嘎死 嘎空的機會 有沒有 有 再來 公司最好還有發行可轉債 這家公司做不做到 做到了 最好大股東都認 有啊 因為你看它的可轉債 沒有量 一看就知道 今天成交量0嘛 所以都在大股東手上 還要怎麼樣 公司毛利率真的拉起來 三倍 我剛剛有沒有按給你們看 真的由虧轉盈了 公司產品結構真的改變了 老船長你要集這麼多魚一升 目前看起來只有續頻 所以各位觀眾 你再看一眼 為什麼大盤的位置在這裡 續頻的位置在這裡 這邊整理完 注意看喔 這邊整理完之後 它一定要噴出的 就像這邊如出一側 看到沒有 再洗籌碼 現在看起來籌碼已經趨於非常的穩定 都在主力大股東的手裡 還有法人 所以大盤今天跌多少點 大盤今天跌105點 請問一下 續頻有沒有跌 不跌反漲 因為現在只剩下最後少數零星的阿炮 他不懂這一切的道理 他把它賣掉 人家照收 等到發酵噴出的時候 那個是非常凶悍的 你會很痛苦 你會怨自己說 為了沙拉米 我在最後一刻 竟然也被洗下車 也被踹下車了 各位觀眾 股票不是只看技術面 也不是只看基本面的 你這些全部都很重要 缺一不可 但現階段什麼最厲害 籌碼面 搞懂了嗎 你去買那個籌碼很亂的 全市場都在裡面混的 在裡面玩的 我告訴你 你一定會怎麼樣 受傷 你要去掌握像我剛剛講 集這麼多優點於一身的 你以你的能力絕對找不到 絕對找不到 我很喜歡把所有的話都講在前面 我不是那種 什麼股票漲一堆 就拿到電視上來騙 我不是那種分析師阿 各位跟我一路走來 有人買27塊多的 有人買28塊多的 有人買29塊多的 有人買30塊多的 有人買31塊多的 有人買32塊多的 最多334而已 那你買二字頭的 現在今天收32了 你慢慢就會覺得毛毛的 不對了 這股票絕對是賣錯了 這股票裡面一定有人 否則他的線型 不可能是這麼規律的 這個是人造的 我跟你們講過了 成階梯狀 就是每一步都要洗碼 洗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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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目標價在哪裡 我的會員都知道 我的會員都知道 我也曾經給過各位機會 各位知道以後 不相信我的人 你最後會非常後悔 我在市場超過20年了 我不是只看基本面 技術面什麼面的 我全部都會掌握的分析師 今天大盤大跌 你心情不好 只有一句話 因為你不是我的會員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拜拜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給孩子健康自然的環境 讓他生活無憂無慮 老師說 大家都簡單簡單愛地球 所以家裡裝修 我都選擇綠箭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裡 耶 我叫到綠箭材 選擇綠箭材 樂活好住宅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鴨子不呱呱 沒有錯 就是這道光 讓老船長帶你乘風破浪 一路過五關斬六將 打遍天下無敵手 你還在等什麼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是要消極地等待機會 還是要積極地創造獲利 使他朋友幫您啟動至聖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咨詢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變萬化 多空虛勢如何掌握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啟發頭顧 卓越理財團隊 整合優勢資源 以領先實力和一流績效 成就您的財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選擇 永遠只有一個 啟發頭顧 02-2389-868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合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擺有 我熱愛走路 但有時也開車 走在路上的人 可能是你 可能是我 也可能是你我的家人 或許你現在是駕駛人 但當我們下了車 每個人都是行人 發揮同理性 你認真 你認真